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除了动心人性 绝处逢生之外呢 他们的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哈 了凡先生我们都知道 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关于这位先生的故事 在了凡私讯的第一章《立命之学》当中就有提到过 说了凡先生年幼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他的母亲和他说要他放弃科学考试 转去学其他的学医 那说学医呢可以养活家庭 也可以用医术去救济别人 而且也是一门精通的手艺能够帮助到别人 这是父亲的心愿 凡凡先生呢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个人 就是孔子 孔子是三岁丧父 十七岁丧母 而且兄弟姐妹还很多 像凡凡先生和孔子这样的童年经历 这样的家庭不幸 在古代圣贤还是有很多的 我认为这些圣人们之所以能够经历家庭的变故 亲人的离开仍然可以积极的生活 是因为他们对命运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我们常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但是贫穷和不幸是不值得被歌颂的 值得歌颂的是贫穷带给我们的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家庭的不幸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的 要么任命任灾 碌碌无为的过完一生 要么就是一风而行 做出一番成就 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必须学习 受社会体制的影响呢 我们可能会顺应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们不敢完全跳出这个圈子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所以我们也常说 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 那同样呢 圣贤也只是一少部分人 我们当中受观念的影响会认为 大多数人选择的路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 大多数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群 在它的影响下呢 我们会失去自我 不敢想也不敢做 说到这儿 我认为古代圣贤 为什么家庭不好 还能够这么优秀 就是因为观念不同 而且他们能够想到 别人不敢想 甚至是想不到的 也能做到别人不能做 甚至是做不到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和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